今次想介紹一個Richmond的樓花給大家 叫做One Park 地點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好,我是RE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ensy央 我今天來到這裡,大家都看到後面寫著One Park One Park是Richmond市中心的往中帶證,一個pre-sale pre-sale得來後,他們已經正在興建 總共有3個towers,333個unit 現在他們差不多開賣第二期 我今天就來到showroom,可以讓大家看看整個model 以及介紹一下它的showroom 大家就會看到,這是One Park的model 它分為三期的 Tower 1,Tower 2和Tower 3 Tower 1在2019年已經sold out 現在它快要開賣的就是Tower 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個project也算是很大 總共有333個unit Tower 2就有73個unit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為什麼要去One Park呢? 其實它是想形成一個community 大家可以在這裡自給自足 這一層就是Above Ground了3、4樓 這裡就有種菜、種水果的地方 讓住客可以種植物 然後有很多優甜的地方 在那邊也有一個比較大的playground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看到的condo都是比較小型 可能只有一個垂滑梯 它就多一點東西 然後過去那邊就可能他們正在計劃有一個water fountain的位置 那water fountain有什麼好呢? 其實maintenance fee就比較低 compared to lawn那些 但是看出來的樣子又會漂亮一點 我們有室外的amenities 室內的amenities其實有gym room 有steam room 有yoga room 有乒乓桌、乒乓桌、study room等等 都會在這裡 現在我站在Tower 2這一邊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最底層就是parking 上面就會有commercial units 即是office 將來會出售 而他們最特別之處就是 residential是在8樓或以上的 即是說最低層的residential是從8樓開始 那你就會看到它這些全部在這裡 那去到8、9、10、11、12、13樓 就會是condo 那14、15樓其實是一個叫townhouse unit 這個是遲些推出來買的 那這個也是比較特別 因為很多townhouse都在ground floor 就可以在地上出去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很擔心security 可能喜歡住townhouse 但去到最頂便安全一點 而且景色又會漂亮很多 那麼我們來到這一邊 就會看到它有很多retail的 retail是什麼呢 譬如是超級市場 dentist 藥房 麵包店 它這裡也都二樓 它是想著有一個餐廳在這裡 即是說如果你住在這裡 就會很方便 有所有你需要的買餐的地方 吃飯的地方 剪頭髮 都可以自給自足 所以它是想形成一個 一個one park的community 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這裏也是剛才說過的commercial 就一直通到第三個tower 所以這裏會全都連結 我看到這間房間是很特別的 它現在說它們是計劃著一個 一個in-door的play room 很多時候我看到condo是沒有的 但香港其實是很多這些 通常有clubhouse的那些 就會有一個小童的in-door play room 這個是非常好的 因為媽媽又可以跟大家socialize 小朋友又有自己玩 媽媽又可以休息一下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amenity 我覺得 第二期呢 就會大約在Summer的2023年就起好了 所以這個pre-sale對於其他 例如Richmond Center Lenstern的Lux 他們這個completion date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想投資 或者你要自住 這個也是會快點有回報 和快點可以入住 這個phase 3 其實已經差不多起到這裏了 稍後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不用擔心什麼難離樓 因為最近有些傳聞 另外一個project 所以它們也是起到的 這個就遲些再賣 大家都會看到這邊 其實下面仍然是一些retail shop 它會希望有些剪頭髮 弄手指甲 賣酒的地方 一些cafe 另外一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它這些retail space 全部都是自己管理的 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可以控制到 有些什麼商店會在這裡開業 大家resident比較放心 不會說賣了unit出去 有些就是放在那裏 雕空不做事 或者亂給一些不知什麼的生意進來 所以如果它們控制的話 那所有東西都會好一點 還有另一樣東西 這個project 地點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 雖然整個richmond 都比較近機場 但是這個project 在航道上來講 就不會直接有飛機在上面過 所以這個就很多人都會好喜歡的了 那介紹完這個model 和它們幾個tower的關係 其實我想介紹一下 個location給大家聽 現在tower2和tower3這邊 其實就是挨著park road的 park road另外一邊就是buzzwell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park road這裏 其實就是很近richmond center 只是一個街口 所以都是很近sky train 你走過去可能是5分鐘內的事 所以它這個位置是旺中大靜 如果你去機場 只是7分鐘而已 如果去downtown都是25分鐘 周邊亦都有很多大型的餐廳 或者是酒店、喝茶或者買菜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方便的 那現在我就可以介紹個showroom給大家看的 介紹個showroom之前 就給大家看一看color scheme 因為它的showroom就會用了light 但是其實它的dark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這兩個 這個kitchen cabinet 和flooring 其他那些都好像差不多顏色 不是差很遠的 我們現在可以進去看看它的兩房加釘 差不多900呎的單位 我們現在進到這個891呎的兩房加釘示範單位 進到右手邊就會有個釘 尺寸也是ok的 你當作是home office也好 做書房也好 這些都是display item 出來這裡是入口 所以它有個closet位 讓你可以掛山擺鞋 現在這些櫃都是display item 所以再進到這邊 其實左邊是廚房 這裡有個hallway hallway會有個stack up laundry room 起碼不用太近的房間 就能吵到它們休息 然後這邊就會是整個open kitchen 你看到有一個island 也有些櫃位給你擺東西 因為它所有over850呎的單位 都會有30吋的applices 即有雪櫃 有30吋的爐等等 所有的applices 全部都是用一個高級品牌 是milet的 就會有一個雪櫃 然後兩層的冰箱 來到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它一組櫃 給你擺東西 全部都是 這些位置沒有加擺盤 因為condo的空間不太多 如果你再加擺盤 它怕阻礙了一點位置 所以這裡全部都是用這些 拉出來 在上面拉出來的櫃位 你會看到它有個30吋5吋的gas煮食爐 milet的抽氣線 左右都有些櫃位給你擺東西 然後你會看到後面的back splash 你會看到它很漂亮 全部都是一塊鋼 但不要誤會它是marble 它只是tile 但tile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容易清潔 抹的時候 如果有很多油 很骯髒 一抹就可以了 它就 comes with 一個single sink 然後 這裡也是一個milet的洗碗機 微波爐就不是milet 因為他們覺得 Panasonic這個微波爐是最好用的 下面有一個焗爐 然後Island這邊 那邊有櫃 這邊也有櫃 所以這個單位 我覺得它的storage space 是很足夠的 它加起來 這裡是凸了出來 它又放了兩張巴椅 你可以在這裡兩個人吃東西 過來這邊 這個位置就會是dining area 你看看需要不需要那麼大張 因為椅子所有東西都很大 如果它用一些小一點的 furniture 感覺會再闊落一點 然後過來這邊就會是一個看電視位 大家可以看到的 有8呎6 去到白色邊邊就是真正的sealing height 這個單位其實我覺得每一間房都很闊落 它這個廳位其實比起之前我看的那些condo 它可能在梳化那裏 現在這裡我就覺得是剛剛好 所有這些櫃都是display item 然後它還有一個 balcony 它的balcony 它是少少長方形 這邊長方形那邊斜斜地 就會extend到它的房間 還有一間master bedroom都可以看到這個balcony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balcony的回來 它兩間房間是分開每一邊的一個房間的 這邊就是second bedroom 我們先看看second bedroom 還有它整間屋都會是用了lemonate flooring 因為有些unit 它的房間是會用地毯 但其實很多客人都現在寧願用lemonate flooring 這個就不需要upgrade 已經是包在purchase price那裏 你看到它這裡放了一張queen size bed 這裡其實可以兩個人走過來有闊度 然後它這些roll up line 它現在都是一個 你可以拉或者可以upgrade做一個 電動roll up line 這個是一個upgrade的item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這個closet的長度是有多少 它也算是高的 我們現在可以去看一下second bathroom 現在進到這個second bathroom的洗手間 它的闊度其實你要看到 沒有一個壓迫感在 因為都很闊 例如你在洗手間它也要用一個闊度 它當然也是standard Single sink 這裡 Size OK 我覺得它漂亮的位置就是它上面這個框架 它這個架比較特別 然後它也是一個 廁所在這裡 然後用了一個shower 一個full size的shower 在這裡 然後你會看到的牆子都是design item來的 不包的 我們現在就可以過去看一下 master bedroom 進入到master bedroom 它這個是queen size bed 這裡就比剛才那個second bedroom 闊一點 然後你會看到這裡前面很闊 它只擺了一個梳妝桌 還有一個床頭櫃 都還有很多位 所以整個感覺 為什麼我覺得 這間unit 那些位置比其他我看過的 每處都闊一點 這個closet也很闊 這個closet位 通常可能去到這裡 已經是旁邊的closet 這個master bedroom的洗手間就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bath tub 亦都有shower 如果你說有兩個人在這裡住 一個可以浸浴 一個可以洗澡 通常很多時候 condo的master bedroom 是隨便只一個 這裡兩個都有給你 另外它也有一個double sink 也是用回剛才的single bathroom 那個架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中間也有個medicine cabinet 你可以藏在牙膏 cream 就更漂亮 而且實用 下面也有一組櫃可以給你擺東西 也都地上有那些燈 就更漂亮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顏色 是比較neutral 所以可能和dark color scheme 不會差很遠 因為它會想大家都比較容易選擇的顏色 不會看到很噁心 不想選擇 所以我覺得兩個color scheme 都很漂亮 看完示範單位 讓我帶大家看多一次整個site 這個tower 2 看著這邊 就是西邊 轉個彎 看著park road那邊的單位 就是向著南邊 亦都是比較多人喜歡的 意思是看著來源的單位 就是向著東邊 到時你選擇單位的時候 有了這些資料 就會比較方便 還有些資料想分享給大家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一會我會拍一拍 外面起樓的進度 分享一下它的開架 現在我們站在park road拍一拍外面起樓的情況給大家看看 看著這一座就是tower 2 即將會開賣的tower 旁邊的座就是tower 3 是下一次才開賣 現在兩座都未發售 都已經在建立樓了 即是證明他們暫時來說 財政非常充裕 不需要太過擔心 它有爛尾樓的情況出現 跟大家看完model 看完show home 現在就可以分享少少資料給大家 他們預計 差不多10月中 之後就開始可以看 然後寄出一個request form 即是看完floor plan 看你主要是誰 就告訴他們 你的preference是什麼 看看到時會不會抽到那個單位 因為它有很多個floor plan 它1 plus 10可能有5個 2 plus 10有很多個 所以很難在這裏介紹給大家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立刻聯絡我 我可以分享一些資訊 多一些floor plan 給你們看 價錢方面 其實1 plus 10 它最小的單位是540呎 它的sealing price是554000 但這個是沒有包車位的 它現在全部單位 其實都可以買多一個車位 每一個車位就是48000元 你可以選擇買或者不買 其實可能投資來說 這裏這麼近Skytrain 有很多租客都沒有車的話 你其實不需要一個parking 你的回報率就高一點 但resell來說 很多人想買樓的時候 都會想包一個parking 我建議大家要買一個parking會好一點 平均的赤價 現在最便宜的 大約1100元 而平均的赤價是1150元 所以如果一個700呎 兩房家釘最小的 這個價錢是74萬7 你用來投資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現在的estimated completion time 就是夏天的2023年 它的管理費大約是5毫4至1呎 就包了冷暖氣 包了gas 包了水 唯一你要付的就是電費 大部份的資料就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隨時聯絡我 我亦都要說多次周邊的一些 配套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地點 是好市中心的 Richmond 而其他project來講 Richmond Center 或者Lux Lansound那邊 他們的completion day 都會遲些 去到差不多2025年 這個就去到 深圍2023年 所以他們的回報 就會快點有 或者如果你真的 遇到2023年搬回來的話 你又可以早點入住 時間點就非常配合了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個project 因為他都快要開賣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這個video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youtube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我將來的片 你就會看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看見 按下一個 小鈴鐺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 是 我們下一個